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形容为一系列行为的组合 并不只是简单地让群众服从 而是能够激励人们一起 跟着领袖去一个特定的地方 我们会发现它存在于我们周围 在公司 在课堂 在球场 在政府 在军队 从大企业到小家庭 我们可以在各个层次 各个领域看到领导力 而智商这个概念我们都很熟悉 全称是智力商术 是指通过一种标准的测量工具 来判断一个人的认知能力的得分 从19世纪末 20世纪初开始 一些心理学家 经济学家 管理学学者 就开始陆陆续续关注领导力的概念 过去曾有众多的研究认为 无论是学生社团 还是一国领袖 智商都是成功领袖的关键 而对于企业处理市场变化 或是应付政治危机等问题而言 这个论点似乎很有道理 但是最新的研究表明 如果智商过高 仍有损于领导力 研究人员考察了来自30个国家的379位领导 包括银行 销售 技术各个领域 既有男性 也有女性 这些领导首先进行了一项智力测试 也就是为了求得他们的智力商术标准得分 然后研究人员又考察了他们的同事 让他们对这些人的领导风格和形式效率 做出系列的评估 评估结果显示 智商与其效率 谋略 眼界等领导力相关特质 并非均承证相关 事实上 智商与其领导能力 呈类似抛物线的形式分布 而这个最高点大概对于智商值为120 也就是说 当这个人的智商低于120 受试者的智商与领导力成正相关 而超过了120之后 智商却起到了反作用 而120这个临界值 其实也是大部分普通上班族的智商值 心理学家认为 从未过人的领导者发表的言论 可能过于天马行空 普通人难以理解 他们的解决方案也可能过于复材而不易实施 下属恐怕难以领回其中的关联 这项研究极具启发矣 从这篇文章 我们可以思考并探究 究竟是高智商的领导者哪些行为会伤害到下属 而不是不让高智商的人做领导 毕竟 高智商的领导者也会更有能力改正他们的不足 而同时 从未过人的领导者也可以善用自己的才智 用巧妙的言辞来说服和鼓舞群众 对于我们想要成为领袖的普通人来说 也可以不再为所谓的智商问题而苦恼 提升自己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增强自己的个人魅力 事业心 自信心 还有道德自律 学习一定的管理技能知识 培养对情境的观察力和判断力 这样我们也会离一个优秀的领导者越来越紧